各位網友我們都已經習慣了 有些台灣名嘴的雷人語言 可是最近網絡又流傳台灣政治大學校長 郭明正在一場演講中指出有些台灣父母 把他們的小孩送到對岸的北京大學 清華大學那麼落後的地方是頭殼壞掉了 並指政大絕對是華人社會在人文科學的第一名 我一定要把小孩送去北京大學 從清華大學要派他媽的派取 你怎麼會把一個小孩送到 其實很落後的地方很落後的地方呢 他對自己有信心 政大絕對是華人社會在人文社會科學上 在人文社會科學上 臺灣政大的前身是中央黨務學校 於民國16年在南京建立 也就是1927年後來國共內戰 國軍潰敗退守台灣 政治大學也隨著前往臺灣 政大校長如此雷人言語底氣何來呢 是不是這所大學在全世界特別牛逼呢 我們不妨引用一個第三方的排名 英國QS公布2021年世界大學排行榜 我們可以看到大陸的清華大學排名第15 北京大學排名第23 復旦大學排名第34 上海交大排名第47 中央大學是臺灣排名第168 我們可以發現世界前100的大學 臺灣佔了一所 世界前200的臺灣佔了兩所 那牛逼轟轟的臺灣國立政治大學呢 在哪裡找啊找啊找啊 好終於在這裡找到了國立政治大學 581到590之間 由剛才的排名我們可以看到 臺灣的政大排名在第581到590名之間 對吧 而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分別排名是第15名 還有第23名 而排名5881位以後的政大校長 竟然說排名第15或是第23的是很落後的地方 是不是正好說明了某些臺灣人 甚至某些臺灣精英的夜郎自大 不懂得自己幾斤幾兩呢 這樣的人當大學校長 看不清世界形勢 又如何能帶領他的大學向前衝呢 可能這位校長認為 政大的排名 雖然沒有北京清華的高 但是我覺得可能他是指他認為 政大的民主自由的分數肯定比較高 這一點很可能把清華北大立即比下去 另外我不知道郭明正他在德國留學過 他的母校是德國慕尼黑大學 那咱們看看德國的排名如何 德國第50名的是慕尼黑工業大學 第63名是慕尼黑大學 是郭明正的母校 但是他的母校排名還是要比 清華北大要低 清華排名是第15 北大排名第23 而慕尼黑大學是第63 所以我認為郭明正他沒有資格 隨便這樣說 我們再往下看 第64名是海德堡大學 也就是說世界100名的大學 德國有三所 不錯了 它是8000多萬人口 那麼世界前200名的德國還有很多所 大出我的意外 比如說117的是柏林紅寶大學 130名的是柏林自由大學 131名的是卡爾斯盧爾理工學院 145名的是亞成工業大學 148名是柏林工業大學 173名是德雷斯盾工業大學 175名是替賓根大學 175名是弗萊堡大學 還有195名是戈亭根大學 那麼我們數一數看 剛才說100名之前也有三所 對吧 我們再往下看 4 5 6 7 8 9 10 11 12所 也就是200名之前的大學 德國佔了12所 相當不錯了 在這裡我想跟各位小伙伴說說 德國的教育目前為止還是免費的 像我們這樣不用交學費 但是每個學期 我們在大學每個學期 一個人有100歐元左右的註冊費 但是註冊費有這個好處 就是說比如說像我們這個州 他的學生註冊之後 拿到一個所謂的學期票 那麼咱們這個州所有的公共交通工具 比如說地鐵大巴 還有輕軌火車的慢車 都可以免費乘坐 這點相當不錯 這個福利 還有在其他的州現在有這樣的法律 就是歐盟之外的那些生員 如果他想來德國留學 如果去那個州去留學 那麼每個學期要繳納1500歐元的學費 相當於人民幣12000塊錢 或者是美元1800美元 與有些英語國家動輒幾萬的 一年學費比起來 德國這裡對歐盟以外的國家學生來說 每個學期1500歐元 我覺得相對來說還是比較廉價的 所以我認為德國免費的教育體系相當不錯 它有些社會主義的成分在裡面 就是說對富人窮人的孩子來說相對比較公平 那麼窮人的孩子通過大學的教育 能夠改變自己的命運 所以從這點來說 我們要給德國的教育點贊 前面我們看到了 中國大陸的學校100名之前 中國大陸有6所 但是200名之前只增加了南京大學 只有7所 所以相對來說中國任重而道遠 由剛才的排名我們可以看到 郭明正的母校 德國慕尼黑大學排名第63 也沒有北大高 郭明正校長如何解釋 有意思的是蔡英文曾仍教於 國立台灣政治大學法學院 蔡英文與政大校長郭明正同為1956年出生 他們可能以前是同事呢 最後我只能說 是的 我同意政大校長郭明正說的 有些人腦殼壞掉了 台灣No.1 最後我們一起來分享一些台灣 比較有喜感的關於大陸的語言 像我在每一年 我在利用淡季的時候 我都會去大陸 我都看有沒有人在賣茶葉蛋 應該都沒有吧 賣很少很少 而且好像他們不會吃茶葉蛋 大陸跟台灣最大的差別是 台灣是比較法治的社會 大陸是人質的社會 每個省份每個縣市 都可能有不同的法律 可能在廈門通用 可是在南京又不通用 在上海又不通用 可是你看其實我在想 大陸那邊的法律規定這麼嚴格 一方面就是因為 其實台灣的品牌 真的有吸引人的地方 對不對高教授 基本上台灣的品牌 是在台灣做起來 並不是在大陸做起來 再來就是我們回應 我可能王小姐說 那個茶葉蛋的東西 就是說涉及到一般人 他事實上他消費不起 茶葉蛋都消費不起 人金所得是很低的 茶葉蛋的東西 就是涉及到一般人 他事實上他消費不起 茶葉蛋都消費不起 人金所得是很低的 這個事情在引起了網路的水軍的 這樣子的批判各方面而來 您自己作為當事人 您的感受是什麼 台灣一名講師高志斌 在節目上表示 大陸人消費不起茶葉蛋 還說在深圳火車站吃泡麵 引來五六十人為官 這番言論讓不少網友看了氣氛 這幾天的話 我們來看這個是中國大陸的微博 微博的搜尋網站 就是台灣節目 稱大陸吃不起炸菜 這個登上了 中國大陸微博的第一名 那這就是因為我在友台節目講的 我在友台節目講 我其實是為什麼要講這個 因為我們一開始是在講 中國大陸的經濟不好 那經濟不好的時候 我就舉一個 這個中國大陸的各個公司 它叫做芙苓榨菜 因為它最近股價跌了一段 那跌了一段的時候 我就說他們因為有些人 可能吃不起 那這樣子 我就說有些人吃不起 結果他們就把它簡化成 我說他們都吃不起炸菜 所以他們就跟我猜 在網路上一直流傳這個影片 然後因為我 這個榨菜公司叫做芙苓榨菜 我在那裡繳了一個叫做培林榨菜 然後他們就一直上網 就說不是培是芙這樣子 就有點酸我的這個意思 而且聽說兩億人上網罵你 對 就是什麼人罵我這樣 那我的本意不是說 我的本意也不是說 他們真的都吃不起 我說有些人吃不起 我們也是很忠實的在反映 現在中國大陸的經濟狀況 他們底層的人真的吃不起 對啊 但是他們就是 我就說了嘛 這就是一種 這個整個水凜土的厚度 只有16.5公分 要防範整個這麼大量的 一個水壩的這個水量嘛 所以大家會覺得說 你是不是計算錯誤 怎麼會用這麼薄的 這個鋼筋 這個水泥板 去 不是 就是說這個整個 用鋼筋水泥的那種 這個寬度 只有16.5公分 然後要去圍這麼大的大壩 問題是中國自己內部也缺糧 中國自己內部沒有肉 沒有糧 結果他現在去 他現在去剋澳洲的牛肉 澳洲的大賣的水 可是問題是中國你要知道 考見跟中國是沒有蛋白質 缺乏到要去吃甜薯 甜薯是中國農村 重要的蛋白質來源 第一個二肚子人不是澳洲人 是中國人 會這樣嗎 中國的糧食下一餐都不夠 所以現在整個中國的狀況 是非常非常長 但是平平交迫的狀況 你會嚇人 我是沒有蛋白質切法 他要去吃甜薯 要去吃甜薯 吃甜薯